比尔盖茨、马云这些成功人士,不论是否有后台,都是一路兴奋血律走过来,学习成功人士最好的方式,就是他们的人生格言,以下是16位首富的财富格言,都是血律类物出来的真理。 一、比尔盖茨,庆祝成功是好事,但汲取失败的教训更重要。 二、李嘉诚,你想过普通的生活,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,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,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。 这世界很公平,想要最好,就一定会给你最痛,能闯过去,你就是赢家,闯不过去,那就管管做普通人。 李嘉诚,我为什么赚得多,我的生意比别人做得大些? 其实原理很简单,就是在生意的过程中,本该赚十块,我只拿九块,给对方多留一块,因为大部分人只想多赚,于是,更多的人就愿意与我做生意,结果,时间成了,我打算得更多,让别人多赚,就是自己赚多的秘密。 三、马克·扎克·伯格,我每天都在为自己一个问题,我现在做的是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吗? 只有待获得了肯定的答案之后,我才会感到舒服感觉自己的经历和事情没有白费。 四、马云,永远不要跟别人比幸运,我从来没想过,我比别人幸运,我也许比他们更有毅力。 在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熬不住了,我可以多熬一秒钟,两秒钟。 五、雷军,找到有台风口的地方,做一头会建立的猪。 六、史蒂夫·乔布斯,抓住和简单,你只是我的秘诀之一。 简单可能比复杂更难做到,你必须努力理清思路,从而使其变得简单。 但最终这是值得的,因为一旦你做到了,便可以创造奇迹。 七、刘强东,世界上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就是贫穷,唯一可以无中生有的就是梦想。 世界虽然残酷,但只要你愿意走,总会有路。 八、沃伦巴贝特,当有人逼迫你去突破自己,你要感恩他,他是你生命中的鬼人,允许你会因此而改变和蜕变。 当没有人逼迫你,请自己逼迫自己,因为真正的改变是自己想改变,蜕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,但每一次的蜕变,都会有成长的惊喜。 九、许家印 十一、马话疼,不要羡慕别人拥有的,只能说明我们。 我们付出还不够,感恩欣福,方能耐恩得福。 十二、王健林,我到了黄河,心也不死,创了蓝墙,也不回头。 十三、河想见,赞美的,唯一不变的就是变,美地成功的核心就是创新,不变就是死路一条,只有不断变革才有生存空间,谈成功。 十四、李舒福,干什么事都要清楚为什么要干,还要有神圣感和使命感,最重要的是要务实。 十五、丁磊,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。 十六、李彦宏,一旦你想清楚做一件事情,不管外界有多少人在质疑你,不要管他,你是可以蔑视一切怀疑你,质疑你的力量。 认准了,就去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